但關於日本,今天也有一宗消息 不只是影響日本人 對於我們這一代,特別香港的年輕人 特別是男生,可能更加是一個 我聽到之後,我是一種不知可否的態度 原因是什麼呢? 今早有個消息說高橋楊一老師 就是足球小將的作者 伴隨著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成長 小時候一定是有人看足球小將 甚至乎到現在,可能我們四字頭 仍然有很多大不透的遊戲 下載足球小將的遊戲 還在說抽卡 還有很多踢球的朋友經常玩 今早的消息就跟你說 高橋楊一說會畫接下來的奧運片 應該之後就封筆了,休息了,不畫了 其實可能你說原來還在畫 有時候我也會看,原來還在玩 是 原來他經歷了很多篇 我們最認識的就是最遠古的時候 世青 80年代、90年代出的篇章 然後變成我們從小看大的 寫一球波寫三集的動畫 後期其實…不是後期的 近年其實他重新再出過動畫 然後譯名也改了 叫隊長小譯 大智慧也不是叫智慧 叫太空譯 用它本名 因為當年的時候 例如像以前那樣 多拉蒙叫叮噹 在足球小將的年代 都是譯了一些 可能大家會比較明白的名字 小智強是不是還是小智強 小智強是小智強 是小智強 麥太奈是不是還在麥太奈 只是大智慧 不是大智慧 大智慧不是姓戴的 大生不是姓戴的 OK OK 所以後期有什麼足球小將J 足球小將高等等 有青少譯片在說動畫 有些OVA 動畫 最後一個篇章應該是100年左右的事 但原來在漫畫界上 一直都在走 然後我回看 因為我自己也不熟 但我看一些網絡討論區的留言等等 有些可能很into的朋友 就說 踢極度還是李華道 李華道還有踢什麼 踢巴塞踢了那麼久 之如此 Anyway 我趁著今天有這個消息 我也穿了一件大智慧 厲害 今天這件是巴塞版本的大智慧 怎樣打這個 TSUBA 你透了色 轉過來 轉過來 高一點 站高一點 TSUBASA TSUBA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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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BAASA就是太空翼 而它穿不到10號球衣 所以 2加8 你站起來 它是2加8 OK 好 真的有2加8 有個加號 當然它是踢巴塞 因為當時 我最記得當時說 他們在漫畫裡 是一群去歐洲賺食 小智強就去祖雲特斯 祖雲特斯 然後大智慧就去巴塞 小智強是78號 是的 然後林元三就在德國的漢堡 現在的世界真實 現在他們真實 每個人都去歐洲 真實的球員 足球小章的期盼就是 日本足球運動的語言書 可以這樣說 就是足球小章 因為其實 它在80年代開始連載 有一系列的 邁向世界的角度 然後 你看到 本田歸有 中村晉富 鄉村珍思 每個人都說自己看 從小都大看足球小章 中田英秀 很多過往的足球小章 一直上去 到現在 今時今日 未來亞洲杯 入選日本隊的球員 或者剛剛過去的世界杯 你看到全部都是 武信家柏 三千分 飛燕樂 阿仙奴 巴黎頓 巴黎頓 這些球隊 裡面都會有 日本的球員 都會有日本的球員 所以 很多人說 在足球小章 但日本的球員 在足球小章 他們都真的這樣說 他跟著他大 對 我跟著你的故事來成長 但我想說 因為足球小章 在我小學的時候 很喜歡看 中學都喜歡看 但人大後 就開始 沒有了 因為我記憶中 我跟到哪裡 太陽支支攜身 直覺假身 然後他去歐洲踢 我跟到那裡 之後就沒有了 因為那時候還有一本 叫Exam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是 有很大的 還有很多不同的漫畫 那時候 那本Exam 就是我經常買的 年輕的時候 然後 這個是小時候的一些記憶 到大了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 第一 你自己看真的足球 然後你少了去跟 也知道他之後 通常都是做一些遊戲 的一些創作 一直都不知道 他繼續在畫 好了 今天跟你說 高橋楊一老師 就說不再畫 為什麼我一聽到這消息 我不自可否 第一 他的確是在日本漫畫界 一個非常舉足輕重的作家 其中一個 對 其中一個 一定是這樣 而他也真的影響了很多人 不只是亞洲區 譬如球王美斯 也跟你說 我小時候就是 看這些 甚至乎我在巴西 在聖保羅的市中心 一間書店裡 是有足球小將的葡萄牙文 你要知道 足球小將 雖然他多篇章 還有重啟了幾多次 我已經數不到 我已經數不到 真的數不到 真的不是討厭 但是 他是由1981年開始 你想想大 他是由1981年開始 去到今時今日 2024年 他才說封筆 是呀 四十三個年後 還垮了幾十年 你想想這幾十年來 他不同的編章影響了多少人 哪怕西班牙的人 原來是看哪個激鬥片 這個人不知道看什麼世青片 有些人看回舊片 是 whatever 就是那個故事 都是那個 因為被球 日本人很勤奮 都是被球擋一擋 然後 一個這樣的動畫 日本球員 怎樣賣去世界 同樣 他什麼編都是這樣 還有再加上 真真正正的功夫足球 你想想 但從以前開始 這個球 算不算是 猛虎射球 還不是一個功夫足球 說起猛虎射球 那時候還有一個叫雷獸射球 還有沙華仔 那個什麼 沙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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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腳上去 我想告訴你 真的有人練 日本人有人拍 很多人拍出來 雙人射球 很多人拍出來 其實猛虎射球 就是下 衝上上 衝力射球 就是上 衝向下 墜下去 而 人們覺得 有沒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真的真的練 真的練 真的可以 那時候 我最記得看 足球小將 有幾個畫面 是很震撼我的 第一個畫面 就是小智强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我喜歡小智强 當然 我喜歡這種 之後 他練那個雷獸射球 因為初代是猛虎射球 總之是老虎 怎麼比老虎 就是去泰國 練雷獸射球 我記得 他拿一棵樹 每天拿一棵樹 扣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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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 整棵大融樹 然後一撞上去 然後 總之練了一隻腳 好像泰拳損手 斷了 再練臘骨 再斷 再弄 再弄 最後就可以射出雷獸射球 整棵樹 連連雷電 一撞 斬開一半 那時候 真的覺得 這種暴力美學 實在太吸引了 還有一些好像射破 瀑布 有些練習 又不知道什麼 突然在瀑布 另外第二畫面 我最記憶猶身 就是講這個 少在足球小像中涵蓋的 就是戴刺偉的愛情故事 我講的時候 她的女朋友 大頭妹 大頭妹總之跟了很多年 接著說最近 不知道如何上了中學 還是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柔道 還是空手道的隊長 原來有愛情 就追求她 接著被戴刺偉發現了 嘩 搞我女人 接著說她約了她出來 戳抽 為什麼戳抽呢 還想著戴刺偉和戳抽 不是吧 那一刻說 那個隊長跟她說 你不是打 你不會武功 我要用你三招 然後戴刺偉 想也不想 一個拼進去 不是 她一個盜掛金鉤 然後踢進那個T0 過去那裡 然後我看到 什麼事 就是她總之跟她一格鬥 然後一來盜掛金鉤 然後繞頭踢進去 她那裡 結果她就按著頭 然後她說 快點去醫院 否則你會死 接著她就抱著你 很記得這個畫面 我小時候看這個足球小象 最令我記得 是你原來有這樣的東西嗎 有啊 漫畫還是漫畫 漫畫 漫畫 我找給你們看 這兩個畫面 我小時候看足球小象 我覺得最驚訝 不是那些畫面 我覺得絕招已經很驚訝 拿了兄弟 阿弟 然後印阿兄跳上去 然後永遠 什麼得仔 還是什麼 永遠拿著臉去撞 然後 如果你說 有個大舊佬 其實現在那個大舊佬 有點像 似行羊 富康健羊 是呀 知道的 有那些感覺 因為她又是後衛 但我有個問題 想問葵新不去了哪裡 我怎麼知道 葵新沒有了 現在在這裡 12號是葵新嗎 在6號旁邊 9號一定是小智強 10號一定是大次衛 11號一定是麥太太 是警局的 是那個 得仔還是和仔 還是不知道什麼 那個拿臉 對 面部擋球 林元三一定是龍門 然後有兩個人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裡 這個阿健 首刀砍球 那個後面有門將 除了林元三之後 還有一個 那個是說 很喜歡拿一個首刀砍球 松山光 松山光是 剃刀石球 松山光是 然後還有一個 說有心臟病 三燦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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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燦唇沒有死 還是死了 算了好嗎 三燦唇是有心臟病 我知道 只是幾分鐘 因為我是球場三燦唇 我出去踢球 或者打籃球 我都是 你們玩吧 我出去玩一會 不行不行 我心好跳 我要換人 換人 然後休息一會 我又可以出來了 我是有球場三燦唇之稱 很厲害 還有我有時候 遲到三燦唇 這麼短時間 只剩下三分鐘 不是他想看三分鐘 是剩下三分鐘 喂我來了 喂 原來我都吹雞 讓我出場 對 這些是小時候看 你會覺得很驚訝 也有很多香港人 因為這樣 因為畫過漫畫 畫得很漂亮 大家喜歡了那些球衣 比如說你出南角隊 買 然後有日本隊球衣 每個人都會很迷 很迷 對 現在更多人迷 所以就升價了 是 多到不得了 高到不得了 那些球衣 我現在去到球衣店 都說 老闆 都是這樣說 你早點入坑 你就省很多 你早點入坑的時候 早點未興 誰是誰 因為有些普通朋友 誰是誰 他那時候聰明 他買了 兩塊水入 朱利亞 士高斯 雲 碧咸 等 等 你要發達 那時候發達 現在不能發達 現在你高位入 高追沒辦法 沒辦法 這個不知可否 剛才說的 高拳人家不畫 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 他擔當著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繼續畫 但是自從他畫了之後 真的多了很多人 以足球做題材 或者以運動做題材 是的 而他的競爭對手 說真的 也真的很多 譬如說 後起之秀 如果對比足球小象 可能是我們的足球場 然後有足球風雲 後面還有很多 還有什麼 勝利11人 還是什麼 少年11人 現在的藍色監獄 而我就是說 藍色監獄就是最破格 不是那些 說他們怎樣成長系的故事 一來就鎖在一個地方 斷鬥的故事 這個就是 本來你想想 他也拿了最大的直線 就是真的畫一群人 熱血成長 代表國家 他們的成長系 真的是成長系 對 亦都反過來 要不就跟我說 這群人往後的退休生活 足球小象的退休生活 即是被足球老長 這樣就好看了 譬如說戴刺衛之後 是帶球的 其實 其實 有些球員染了毒癮 有些這些 其實是真的 真的有得寫的 或者真的有得寫的 因為他做了一個 叫做 那些什麼 預言書 這樣去做 現在他可以寫實地 影射不同的球員 他們老了之後 三浦之良都還在踢中 然後中田英手 小的新意剛剛退役 取模特兒 對 取模特兒 然後很多 為何日本的足球 不斷進步 其實他們是環環緊扣的全盛 他們退役之後 其實全部都是做足球的工作 全部都是去回 做教學 小小去做教練 怎樣訓練 訓練那些 全部都是可能 你也會有那些 叫精英學界的單位 你很厲害 去過去 又教他們 令他們保持到水準 或者更加強的水準 因為你前人有了這麼高的經驗 有這麼多外國 怎樣面對外國選手 怎樣不恐懼他們的大份 或者是那些身位 怎樣去攝位 這些 就是這樣傳承了下去 去到那個所謂的足球路 五十年的道路 怎樣走 其實就是這樣 那這些後面的東西 其實可以 小哲強怎樣教他們 射晚虎射 但這個就要看他會怎樣 應該不會繼續說下去 但只能夠說 這一班的角色 伴隨著我們很多人成長 他叫隊長小逸 叫教練小逸 對 但如果教練 他又要寫下一批的人 是怎樣 因為我最記得 還有一個 有段時間 他們有一隊暗黑隊 叫RJ7 我忘了 你記得嗎 那時候有一隊 用來訓練這班人 原來在國內 找了幾十個精英 但從來沒有說過 不知道在哪裏找出來 總之有幾個人 七個人 RJ7 然後就像影子 譬如你最厲害 右腳 他專門是最厲害 封你右腳 專門描著你來打 然後他就用來跟他們對連 要他們突破 還是什麼什麼 類似這些 其實內容是怎樣 他想到的辦法 老實說真的 他全都做了 所以我說 高橋陽一老師 不再畫 我覺得還是好 不好 他早點不說 都可以 都可以 但亦都反過來 現實說 要找的就找夠了 老實說 亦都反過來 我覺得可能 去到我們這一代 影響我們的漫畫 其實他差不多要停下來 都是一件事 都是一個年代的終結 或者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所以我就說 對於高橋陽一老師 他不畫 我覺得是好事 休息一下 然後這套漫畫 我覺得就任由他 就是不要再製作 不要 真的不要 不要再什麼 最害怕這些 任由他 就任由他 自然往後 過多一段時間 可能現在的年輕人不認識 沒有人看 不要緊 過多一段時間 有些人找回 再重播的時候 其實不會 不會沒有的 你想想 今時今日 看以前的龍珠 都是繼續有的 龍珠也是 我不知道他結束 還是怎樣 他重新再畫 我真的不知道 龍珠超是一個重新的篇章 他後段的故事 跟我們以前認識的故事 延續不同 因為已經出到 我也不知道誰是誰 殺人之神的神 我已經不知道怎麼理解 不用理解 你說這些經典 我今天也看到的 分享出來的 就是Tetris 這個俄仙方塊的遊戲 是 30年面世 但是我到今天才知道 他終於被人爆肌 是終於被人爆肌 原來一直都沒有 什麼叫終於被人爆肌 就是打爆肌 原來他有九萬幾個層級 極快 之後就是極快 總之就是他一直打 其實可能有人爆了 但沒有公開 你不知道 總之他就是被公開的第一個人 打到沒有東西 對 因為他有盡頭 他的盡頭就是第99999關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是一個13歲的小孩破了 我小時候玩到這個 我媽媽不讓我玩 為什麼 玩到很興奮 你玩到一個關 因為過不了 然後你又生氣 然後我媽媽不讓我玩 但我真的不知道 你問有沒有玩過 有這麼經典的音樂 就是今天我看到 可憐僅13歲少年 世上首位擊敗經典遊戲 俄羅斯方塊玩家 我才知道 俄羅斯是八幾年的東西 所以30年了 九幾年應該是吧 剛剛出Gameboy 總之我們以前買Gameboy 第一代一定是玩這款遊戲 跟機送的 六百多元 我記得這個賣 這麼厲害 我記得每天都買了 要求多久 要求多久才能買到 我第一部Gameboy是用 我第一部Gameboy是用 有故事的 來吧 很厲害 因為我當時是主醫院 然後 有姑娘送給你 我當時很搞笑 我當時醫生很疼我 然後 雖然是主醫院 但我也要回去考試 但當時我小學的時候 考試是很厲害的 我讀書很厲害 那時候 我是考第一的 然後醫生說 我的醫生問我 你將來想做什麼 我想做醫生 好像你們一樣 醫人 但做醫生不可以太厲害 然後他說 你考第二 如果你考到第二 我就送了Gameboy給你 什麼事 很搞笑的 考第二 對 你不要考第一 如果你考到第二 我就送了Gameboy給你 所以你就打算考差一點 然後 總之考38 不是 因為那幾次的考試 我都是跟另一個丁當碼頭 我都是跟他欠幾分 以前有全級平均分和總分 然後我計算 然後我特意 在那時候 寫科件 特意錯了三條 因為我計算 我不可以考第三 我自己心裡有這個計算 然後我真的考第二 好厲害 然後我拿了成績表 第二 然後他真的送了Gameboy給我 好厲害 而醫生 其實他不是那麼簡單 我覺得就這樣咒義的問題 其實這個醫生 都說了很大人生道理 對 小朋友 最厲害沒用 最厲害沒用 你看看我 對 即是那時候我不知道 他笑著嘴這樣說 醫管局的人士 你不明白吧 我不知道 好像出來擾了 燒醫生 OK 二科的醫生 開始有BB科之後 OK 然後就發了 我不知道他現在是怎樣 然後他跟他說 因為 因為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 因為他做了BB科之後 有另外一個主診醫生 叫李醫生 這個李醫生 真的出來現在做二科醫生 是很好的 現在到我兒子都是看他的 嘩 他就考第三個了 他就考第三個了 我不知道 這個挺有趣的 我還說俄羅斯方塊是我們小時候 經常都有玩的 想看他爆機上youtube 有他爆機的影片 有影片 看了三十幾四十分鐘 是嗎 打了38分鐘 因為 算快 38分鐘是之前有一個用AI去破的 這個打就真人打了 你想想 大家可以上youtube那裡 看看他怎樣玩俄羅斯方塊 今天先說到這裏 繼續